一只在叫,叫好久了 灯亮了 那是感应灯,有人才会亮 denn 一勺起来下这么大雨 昨天晚上石器一直在那里叫 这么久以来从来都没有叫得这么厉害 一个晚上都没需要叫我 哇 这什么情况 哇 门怎么弄个洞 哇 这块也掉了 快掉了 这两个板是同一块板 看到没有 这个已经掉下来了 但是这块也快掉了 昨天这个门是好的 昨天我睡觉时这门是好 因为我每天都把门关上了 昨天晚上应该有很大的声音 吸气才会叫 因为什么呢 就我这个狗子的耳朵特别灵敏 一把你开外有一点点声音 它就马上就会报警 昨天叫的那么凶 绝对是附近有声音 因为昨天晚上雨下的很大 就是有一些声音呢我也听不见 我也没走出来 因为昨天那个时间飙晚了 都凌晨了 我就开门出来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然后我就回去睡觉了 今天我要把我的狗子送来 布尾的刷链子 让它在院子里跑 然后现在呢 把这个门再给它修一下 好久没吃卷饼了感觉特别的香 这本来我没有想做这个 因为我做了面试之后 我还上了一块面 然后我就留到今天中午 我就都做在这边 现在雨下小了 下面还有点火没干完 前一段时间啊 狗晚上叫得很凶 然后早上起床 看那个门坏了一个洞 就是门板坏了 已经修好了 这又过了一段时间 狗这晚上叫得很凶 外面有声音 我直接听了 这两天睡得很不安稳 所以说咱们在院子里 装了监控 您说监控直接就对到门那里 看一下什么情况 我本来这个监控啊 实际上装到门楼下 对着门那里 但是我这个是太阳能的 比较方便不需要接线 那个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的炒啊 我就把上面给遮盖 就不能吸收电了 这就没办法用 所以说我给它拿到了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位置也是挺好的 它的丝线比较广 门那一带就是左右 所以有什么东西或者有声音 底下都可以录得到的 挺好的 现在这个科技太发达了 以前哪有这种太阳能的精 用手机就可以看了 咱们这个都不需要连电脑 拿手机就可以连接这个上面 可以了 这样我就觉得安稳多了 要不要晚上睡觉 总是敢 狗一叫得很厉害呢 我就心里有一回事儿 然后我就会拿灯出来 就会看一下 回去就睡不好觉了 这颗瓦上睡觉可以安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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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瓦上睡觉 会呗 不是 有点 有点 感谢观看